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黄宗泽 黄宗泽被称为脾帅界的天花板 随便勾纯一笑都能俘获万千少女的心 谁能想到曾经脾帅范十足的黄宗泽已经是四十家了 其实早在1999年他就加入TVB成为了签约艺人 2003年就参演经典港剧《冲上云霄》 在剧中饰演机师谢力豪而开始受到关注 但很多90后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两部剧 应该是和胡信而演的《我的野蛮奶奶》 以及和陈法拉、谢天华合作的《潜行狙击》 黄宗泽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塑造的各具魅力 特别是在担任反一号的《潜行狙击》中 他饰演黑社会大佬颇高 亦正亦邪的人物个性可谓是直击人心 如今的黄宗泽依然活跃在荧幕上 虽然年龄感上来了 但是演起硬汉角色也还不错 近年来也参演了不少影视剧 例如和吴卓西搭档的《连政狙击》 不知道能否重现TVB影视剧的荣光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 黄宗泽的脸上多了几条褶子 不过网友们一致认为 黄宗泽的褶子都在散发着魅力 不过再帅的脸也抵抗不了岁月的摧残 最近黄宗泽已经有颜值崩塌的迹象了 在《法政先锋舞》中 可以明显看出来黄宗泽实在太瘦了 过瘦就会带来沧桑感 剧中有着滤镜的加持 黄宗泽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可最近他在直播中一露脸 网友们就发现黄宗泽脸上的褶子又多了 而且非常明显 已经严重干扰到他的帅气了 黄宗泽已经是TVB最后的门面了 希望他以后可以多吃一点饭 不要再继续瘦下去了 好好保养自己的脸 这可是晚前少女的福音 2.陈建峰 陈建峰年轻的时候颜值非常高 在同样都是帅哥的TVB吴小生中 他被公认为帅气担当 不少粉丝看见他就走不动道 可见魅力之大 那时候的陈建峰和马国明 黄宗泽 吴卓西还有玄玄站在一起 真的嫩到爆 当时陈建峰还很稚嫩 脸上一股奶油小生的味道 和其他三个兄弟相比 脸也是最小的 因为相貌儒雅稚嫩 陈建峰出道后很快就受到了观众的追捧 成为人气小生 发展前途甚好 随后陈建峰转入内地市场 凭借着自己的几部影视剧 也成功打入了内地市场 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无论是美人心迹中的刘衡 还是最帅的江子牙 都能看出他的颜值之高 不愧是古装男神 但是后期他却解养了一些玄幻烂片 导致口碑变差 因为不出好剧 名气有下降趋势 让人疑惑的是 他在2016年后突然消失 现在已经处于退圈的状态 原来陈建峰因遗传性的疾病 退出TVB 然后转头去做了潜水教练 之前陈建峰还因为 潜水事件陷入风波 很多记者抓着他询问 陈建峰不得不拖着行李搬家 这场新闻也损害了他的口碑 成为素人的他 似乎也放弃了身材管理 短短几年不见 身材明显走样 脸部直接肿胀了好几倍 完全看不出过去儒雅的气质 近期他和好友的照片被曝光 现在的他 真是让网友们大吃一惊 照片中的他毫无明星样子 脸上的胡子不刮 不修蝙蝠 身材也大走样 肿胀感非常明显 从古装男神到油腻邋遢大叔 陈建峰的变化之大 甚至让他的粉丝都不感认 可能是因为肥胖 陈建峰身上自带了油腻感 脖子也衬得短了不少 虽然身上还有点腥味 但是已经人距分离 看着他完全想象不到 剧中人物形象 因为身材走样 陈建峰颜值下降得很快 但他还偏爱一些彩色衣服 结果显得整个人 臃肿又奇怪 前不久看到陈建峰的新照 照片上的他留了八字胡 还是一如既往的肥胖臃肿 但皮肤还是很白的 不得不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原本名气那么高 如今却几乎查无此人 相当可惜 除了以上几位同时期的 TVB小生还有林峰 他年轻时期的颜值 也是很能打的 是那种浓眉大眼的英俊小生 比较考古的角色 自然是在2001年和古天乐 萱萱一起主演古装剧 寻情记 饰演秦王嬴政 当年就夺得了新人奖 林峰也是高产的TVB男演员 有着诸多代表作 例如和吴卓熙的 《大唐双龙传》 《唐新风暴》系列 和奢士曼的《雷霆扫毒》 他的表现都备受认可 这几年他的发展也不错 也在内地拍戏 比如之前和唐一新合作的 《独行天下》 以及和古天乐合作的 《银版寻情记》 林峰有了年龄感 就变得脸颊过于消瘦 有些凹进去 只不过从剧照上来看 林峰和古天乐 确实都已经有了 岁月的痕迹 也让人怀念起 《二十年前的寻情记》里 两人的巅峰期颜值 最近几年 林峰也一直活跃在荧幕前 除了影视作品外 还和老婆一起参加了 真人秀节目 让网友们吃了一大波狗粮 从他的表现来看 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皮肤光滑 面容整洁 身材也保持得不错 看起来和年轻的时候 差别不大 颜值非常扛打 不过他的年龄 比黄宗泽还大一岁 黄宗泽都有颜值崩塌的风险了 他还能保持得这么好 细心的网友仔细观察 就发现了问题 除了滤镜的磨皮效果外 林峰本人似乎动脸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面部脂肪流失是必然的事 而林峰面部依然饱满透亮 有经验的人表示一看就知道他做过填充 所以有时候在表演激动戏份的时候 他的表情看起来就不太自然 靠整容维持的颜值还能叫动灵男神吗 不同于脾帅感的黄宗泽 吴卓西更加偏传统港剧男主的风格 是英气十足的帅气感 吴卓西和黄宗泽是统期发展的小生 两人也曾多次合作 比如在《冲上云霄》中 他也有参演 饰演言行不拘小节的唐一峰 穿上航空制服的他也很是英俊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 他是由古天乐推荐入读TVB艺员训练班的 可见其潜力是受到老牌一人肯定的 近几年吴卓西也是在港圈影视剧中发展不错 因其演技和形象更加成熟 参演了诸多大制作电影 例如《拆弹专家》系列 《占独》等 他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但是吴卓西的发际线确实有些明显了 而且脸部状态也时好时坏 都有褶子了 同样是跑到内地发展的吴卓西 也拍了不少作品 但却因为演技差 败坏了路人员 有网友表示 他演什么都是一个样 过于夸张 角色固化 影响观感 可年轻时的吴卓西 简直是一枝花的存在 虽然那时候的装扮 有些沙马特风格 但是依旧难挡帅气 吴卓西的皮肤算是比较白的 和黄宗泽站在一起 肤色上完胜 这几年来看 吴卓西似乎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了 从这几年的作品来看 虽然不改往日冲动无脑的热血风格 让观众一阵吐槽 但行男这个路线却是越走越唱 让人大为改观 虽然现在四十多岁了 却和年轻时区别不大 颜值再现 在吴小生中属于保养最好的 很出彩 鼻挺的西装 禁欲范儿十足的衬衫加领带 吴卓西算是狠狠拿捏了 金银男的要素了 终于让一张帅脸有了用武之地 看来吴小生的门面担当 要换人了 但高清镜头下的吴卓西 还能打吗 无论是参加批歌 还是大弯页 吴卓西都挡住了镜头 能看出来他也有变老的痕迹 但整体还算自然 与其他人相比状态算是好的 是几个人中最逆生长的那个了 5.马国明 在TVB男演员中 马国明算是出道比较晚的 25岁开始接演作品 结果接二连三的 获得TVB最受欢迎电视男角色 马国明还曾和郑佳颖 钟嘉欣联合主演TVB台庆剧 《星空下的人医》 不说不知道 出道20多年的马国明 已经演过十几次医生了 他在2012年主演的 衣物剧《On Call 36小时》中 饰演神经外科医生张一剑 并凭借此剧夺得TVB视地 一向谦虚如雅的马国明 不管是私人人品和戏剧口碑都不错 他那种谦谦公子的形象 也很符合港剧一贯的男主喜好 但是已经接近50岁的他 如今也开始老态明显 作为五小生中的老大哥 马国明如今这个年纪 无论再怎么精心保养 也称不上动灵男神了 近期TVB举行台庆活动 作为常年在TVB打工的马国明来说 当然不可错过 他和未婚妻同况宛如两代人 明显就比女方大很多的感觉 他身穿白色礼服和女友一起走红毯 看起来非常幸福 期待他能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毕竟前几年的他可是太让人心疼了 他的感情经历很坎坷 先后和胡定心、黄新颖恋爱 一个和平分手 一个出轨不得不分手 46岁那年 马国明宣布和小时三岁的汤洛文恋爱 当二人再次同况庆生时 还有网友调侃他赶快结婚 再不结婚就要50岁了 而比他小的好兄弟不仅有了女儿 而且都快两岁了 虽然马国明年近50岁 但是岁月不仅没有把他催老 反而让他看起来更加成熟有魅力 脸上的皱纹也不明显 身材也没有走样 保养得非常好 可能身处热恋中的人 对自己的形象管理尤为在意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马国明这几年的状态保持得还不错 起码在接近50岁的男星中 已经算是TOP级别了 虽然TVB吴小生的容貌 都有了岁月的痕迹 不过这其实没关系 网友们喜欢的是他们曾经带来的快乐 他们也是青春的一部分 就好像留住了他们就留住了青春 这些年他们有的也一直活跃在荧幕中 演技也在不断成熟 相信从新生代过渡到终生代的他们 能够带来更多优质作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哦